Hello,Anatta 去年有一部电影《自杀小说家》 剧情的设定真的惊艳了很多观众 现实世界的人 《浑川小说宇宙》 其实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也有过一部非常火的类似的作品 今天从来就来带大家回忆这部 《浑川小说的冒险王》 炸弹就快要爆炸了 大家一起死 故事的男主角名叫周世杰 他是一名小说家 他正在创作一部动作类的小说《冒险王》 可是他整天沉醉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陪他的老婆Monica 所以他老婆就要和他闹离婚 这下导致他写小说的灵感都枯竭了 感情问题 Monica 出版社的老板就把周世杰 叫到办公室里催稿 这老板边催稿 还边打电话给Monica聊天 嗨,Monica 睡得好不好啊 我在跟你老公谈公事 跟你聊天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跟他只是主仆关系 怎么能跟你比啊 瞎子 你怎么干这种事情 你对得起至尊宝吗 人家对你一片知心吗 这真的是我见过史上最绿的催根 到了晚上 Monica就和周世杰约了一个餐厅 要他签字离婚 这Monica居然还带了他公司的老板 红红欣欣 我离婚关你一屁事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怎么能不过问她的事呢 这是啥情况 你白天打电话的老板还是瞎子 怎么到晚上就变成常威了 我很费姐啊这个事情 周世杰真的被眼前的一幕给欺诈了 可他就是不肯签字离婚 他只能借酒消愁 帅姐 拿瓶酒给我 哦 我醉倒了 这周世杰身边有两个小助理 阿诚和小芳 他们看见周世杰写的小说冒险王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 于是呢 他们两个就自作主张继续往下写 你怎么知道他写到哪里啊 我每一集都看过的 画面一转进入到了小说的世界 这冒险王的故事讲述的是民国时期 有一个冒险王 他带着他的徒弟阿诚 接受了军官龙叔的任务 他们要寻找三藏法师的金河和无字金书 无字天书关系人类未来前途 而金河就是天书的关键 金河最后一次出现 据说是在清末 两位处理就继续往下写 冒险王从龙叔里边得到了线索 鬼子的军队有一封密信 那封信里面就记载了金河的下落 信在什么地方 根据情报 信放在日本领事馆的保险箱里 于是冒险王就带着他的徒弟阿诚 男扮女装 混进了领事馆 这女郎正好再举办一场酒会 他们两个很快就融入了进去 他把我全身都冒骗了 在我们里面穿帮了 拉到一边再说 好 应付完了这些臭男人 冒险王就在酒会上 遇见了一个日本女孩 加美子 这两个助理很会来世啊 这加美子其实就是莫莉卡 他们把周世杰的老婆给写了进去 你没拉拉链啊 我帮你拉 冒险王和加美子只是短暂的邂逅 接着他和阿诚继续任务 他们切断了领事馆的电路 撬开了保险箱 偷走了那封信 三两下就打败了阻止他们的敌人 好家伙 这日本人的武力值那么高 没事吧 哎呦 真的很厉害啊 我们的冒险王怎么可以在女神的面前丢脸呢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上一部电影在金武门里面就把你给揍惨了 这部剧当然也不例外 再来一次 他和加美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临走前冒险王还留了一封情书 给加美子 你要养足精神 因为你生命中剩余的时间都会跟我纠缠不清 冒险王 这冒险王很会来世哈 写到这里两个助理就睡着了 等钟世杰酒醒以后 他看到了他们两个写的故事非常的不爽 因为现实里的莫妮卡都已经背叛了他 所以小说里的加美子怎么可以有这么浪漫的爱情 他必须给我是反派 是坏人 你们俩不要再给我制造危机了 这个女人应该是这样 钟世杰就继续把小说往下写 没有人想得到她是一颗包装精美的糖衣毒药 她还在上海的渣北区设计了一个杀人俱乐部 这人物设定反转的真是猝不及防 而且我发现这个杀人俱乐部的门牌 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离婚的饭店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正在用男人来做实验 你懂不懂什么叫疯狂吃设定啊 你这样搞观众们能受得了吗 钟世杰觉得降线还不够解气 于是呢 他就把那个猥琐的出版社老板也给写了进去 小说里他成了加美子的狗腿子博士 让人家做反派 还不忘夸一下自己 冒险王带着刚偷出来的信就去找了龙叔 没想到加美子已经提前安排了埋伏 他突然就冲了出来砍死了龙叔 正当他写的嗨起的时候 他的老婆莫妮卡又来找他离婚了 刚好就看到他写了这些故事 莫妮卡非常的愤怒 你在小说里就把人家写的这么坏 这么恶毒是不是 莫妮卡就气冲冲的坐电梯离去了 结果电梯出了故障 莫妮卡受伤了 莫妮卡 莫妮卡 此时的周世杰好担心自己的老婆啊 他第一时间就去救莫妮卡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去医院 结果 他会开车吗 会 摩托车 你也太惨了 原本只是一个人的轻伤 被他搞成了两个人的重伤 这下两个人都住院了 两个小助理看得出来 周世杰还是很爱莫妮卡的 要不然刚才不会那么着急 于是他们两个就继续把冒险王的故事往下写 他们两个感情有转机了 你说的是小说还有一真人 两方面都是 回到小说中 佳梅子砍死龙树以后 就要去抓捕冒险王 可没有想到 佳梅子的手下居然无差别的向他们投毒气弹 佳梅子被毒晕了 哦 我晕倒了 冒险王就准备开火车带佳梅子逃跑 不过不管外面形势多么紧张 我只要你知道 我最在意的是你 我倒真希望你永远能在意我 你只不让你这样做很自私 对不起 爱情是自私 喂喂喂 你们这爱情来的也太突然了 我当心是日本的间谍 すみません 这么离谱的爱情居然感动到了助理小芳 迷糊的小芳就一把抓住了周世杰的手 助理阿诚看见了心里面好酸 因为阿诚早就喜欢小芳了 看到这一幕他好生气就和小芳吵了起来 你以前的样子就够丑的了 现在变得更丑了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有一点点爱情幻想行不行啊 那你去找周先生行不行啊 他记住了 哎呦 原来那个时候人谈恋爱也这么傲娇呢 周世杰从冰床上醒来 刚好就看见了他两个助理在这里打情骂俏 他突然就来了灵感 赶紧爬起来 继续把小说往下写 虽然龙将军死了 可是冒险王和阿诚 却继续追寻神秘宝盒的下落 冒险王和徒弟阿诚根据那封信里的线索 来到了一家正义报社 这报社的老板居然是达文西 没想到用我们的报纸包水果刀 也就证明他们的恐怖组织被我们包围了 为了寻找金河 他们俩就应聘到这个报社里做保安 阿诚在这个报社里遇见了一个漂亮女孩 小芳 这个小芳是达文西的助理 开门坐不坐 好好 坐 他们两个下去开门的吗 比狗强吧 他们师徒两家开始狗狗碎碎地跟踪达文西 来到了一个密室 信中的线索果然没错 那个神秘的金河就在达文西的手上 我已经把那个盒子藏得很安全 没有人会那么聪明可以发现这个秘密 正当文西拿出金河的时候 一只小老鼠不小心碰到了金河 直接就变异了 哇 一条狗啊 有条蛇 这狗子挺好大 这只要力气更大 喂喂喂 人家好点也是异形 能不能给人家点面子 紧要关头 那个可爱的女孩小芳打开了金河 盒子里释放出了神秘的光芒 大老鼠瞬间就化为灰烬 吓得冒险王和阿诚赶紧开溜 接着周世杰又把他老婆另外一个情人 红红星星也给写了进去 他化身为盐帮的老大 被人充具文西的报社 盐帮人也得知了金河在达文西的手中 他们也想来抢 因为这个金河有预知未来的功能 所以盐帮的老大红红星星要抢回这个金河 我想干脆打开来看看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对我比较有用 眼看达文西要被制服的时候 冒险王又冲了出来 他对红红星星一顿拳打脚踢 好一个夹带私货 难道鲜小说的都这样公报私仇 真的是太过瘾了 可他的土地阿诚却被盐帮的人给抓走了 为了救土地 他只能放了红红星星 误 闹肿 诡计多单的红红星星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收手 他就一路尾随达文西 终于找到了藏金河的密室 他抢走了金河 这次冒险王不会来救你了 因为他正在救他的徒弟 这个时候 佳梅子和他的狗腿子博士也赶到 他们也想来抢金河 这是我们燕帮的宝盒 谁也不能拿走 红红星星 混乱中 红红星星把金河给打开了 不要打开宝盒 没想到他受到了光线的辐射 变异了 变异后的红红星星非常的强大 直接一个大逼的偶 拍死了达文西 然后九尾华就从楼上给摔下去了 喂 这死点太草率了吧 金河被一旁的狗腿子博士给捡走了 等冒险王赶到的时候 为时已晚 他在暗发线上只见到了佳梅子 他就认定一切都是佳梅子干的 所以冒险王狠心地提出 一刀两断 我们以后是敌人了 冒险王终于跟这个蛇蝎美人正式分开 好 从此一刀两断 故事写到这里 周世杰就睡着了 另一头 他的老婆莫妮卡从病床上醒来 他听说他出事的时候 周世杰对他非常的关心 第一时间想保护他的人还是他老公 虽然后来又出了车祸 他进来的时候 自己受伤都不管 一直吵着要先治好你 莫妮卡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他突然也好舍不得周世杰 于是他醒来以后就去看望了周世杰 可周世杰睡着了 旁边只有写了一半的冒险王 莫妮卡看了小说以后好生气哦 你这写的都死磨跟死磨啦 莫妮卡不想家美子写成这样 于是他就帮助周世杰继续往下写 家美子发现他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冒险王 家美子心里想着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冒险王 糟糕 心动的感觉 虽然他们两个之间有了爱情 可是他们两个立场不同 不可以在一起 家美子还要完成鬼子的任务 他从博士那边得知 另外一个法宝无字经书 就藏在家御关 于是他就立刻和博士出发 直飞家御关 可没有想到他的私人飞机 居然被冒险王给劫持了 家美子好生气哦 就和冒险王吵了起来 你明明让我找这宝盒 你还给我争 我本来就是大使馆的试医生 结果弄得我又要放毒气 又要杀人 谁把我还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被迫的 喂喂喂 你们这是谍战剧耶 怎么搞得像老夫老妻 前面的剧情铺垫不够好吗 家美子好生气 这个臭男人居然敢劫持他的飞机 所以他决定 要把飞机给炸了 有种把飞机炸掉 你以为我不敢的 炸弹就快要爆炸了 大家一起死 同归于尽 可没有想到的是 之前那个摔下楼的红红星星 他没有死 他直接跳上了飞机 上来就秒杀了博士 这我特意留给你的 留给耶稣吧 这大哥是超人吗 常维 你还敢说你不会武功 万恶的老板 第一个被写下线了 接下来冒险王 就和红红星星 在飞机上打了起来 打斗中 他们不小心引爆了炸弹 冒险王的人 他们居然都有降落伞 全部都安全着陆 跳伞的时候 还顺便谈个恋爱 如果时间现在能停下来 我们两个 就就永远在一起了 我愿意 这画面真的很愚政 博士死翘翘了 金河就落到了阿诚的手中 接着他们来到了嘉语关 他们四个人利用金河 真的打开了嘉语关上的一扇门 里面居然别有洞天 是个地下城 师傅你快看 那本是不是五字真经啊 五字金书 怎么可以那么容易 就让他们得到呢 立刻安排个反派 小心 那个红红星星是变异人 所以没有被炸死 他又跳了出来 他们又打坐了一团 阿诚这个猪队友在慌乱中 居然把红红星星 当成了小方 拉着就跑 跟我来 你抓错人了 你抓错人了 这个时候小方就突然想到 之前他用盒子里的圣光 消灭了那只变异的老鼠 所以再用盒子照他一下 那就可以让他叽叽了 快给赵啊 赵的他就消失了 可是他们在抢托金河的时候 不小心打开了 光居然照在了嘉美子的身上 嘉美子瞬间就吆火缠身 把冒险王急得地串息了 他们想救嘉美子 可是一碰到嘉美子身上的火 就会被颗粒化 此时的嘉美子一心想保护大家 于是再决定牺牲自己 他冲向了红红星星 抱住了这个变异的人 冒险王根本就下不了手 于是嘉美子就忍痛 自己打开了盒子 牺牲自我消灭了红红星星 我的天哪 不愧是自己写的剧情 把自己写得也太伟大了 莫妮卡这么轻易地 就在小说里 把博士和红红星星写寄击了 很明显这两个男人 跟他就没啥关系 在现实生活里 他也是故意和他们两个搞暧昧 来祭其他老公的 随后冒险王把金书放回了金河 没想到三藏法师突然出现 三藏法师说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 未来的一件事 阿诚和小芳 他们俩的愿望 就是可以看到未来的另一半 结果他们两个撞几浪 因为他们俩看到另一半就是对方 约的是你啊 是我怎么 陪你一定要约 好家伙浪费了一次机会 而冒险王问的问题是 他能不能再见到佳美子 三藏法师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而且非常的强调念了好几遍 汗冰不能断流水 枯木也会再逢春 记住 所谓汗冰不能断流水 枯木也会再逢春 莫妮卡呀莫妮卡 你这就是在暗示嘛 你还愿意给周世杰机会 冒险王的故事就就此完结了 等周世杰醒来 莫妮卡并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我早知道你舍不得签的 我看到 还没签呢 随时都会有效 冒险王这部电影的设定 真的是非常的前卫 从这部电影中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现在很多影视剧 人设变化大 剧情时好时坏 前后矛盾 说不定编剧真的是遇到什么情感问题了 然后一群人凑出来的剧本 有道理有道理啊 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讨厌的人 不如也去写本小说 然后在小说里面疯狂的折磨他 把你妈打你 把你哥打你 把你弟打你 把你姐打你 把你妹打你 完结 撒花 更多有期视频 记得关注重歌说电影 别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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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